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设这个博士议品 这个经文 这段经文我们是讲不完 在这个七十六页,我们再念一遍 经文里面 七十六页 翻起来 为下礼佛,佛休法诈,佛独佛休,佛独佛休,佛独佔休 佛休法诈,无见寇休 无断殡休 无自尊正修得之久 所欲质合 法无虚论 欲言我当健康 转积 正月 受到 四极虚论 非究 发明。 这段经文,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不得法教、不得经教,就是感觉到很幸福了。 二、六七七七八八七九八十八十八十八一八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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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四十八十八十都已经讲,已经讲完了。 现在我们画面来看,看那边这段。 这段的玛祖导书,可以对这个所谈。 经许不接佛教,不接法教,和不接征教。 我们就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公案。 譬如说,以前他们累贵,这就叫第三。 第三选港。 再来,武功的求法者如果接着法议, 那就是接着文字议员, 应该我们不能见得。 所以谢春有说,美妙法文是不立文字, 告发别团。 这就是心心胸印,心肺胸团集法。 所以这不是靠文字,但是文字会帮助我们,这是对。 所以也不能接法了。 现在来,不可以接法了。 所以这个油管不能接法了, 我们来看这段, 三宗公案里面这个妈祖德义。 妈祖德义就是非令大叔的父孙。 非令大叔的父孙。 他刚才做三米的时候, 他们都听着一句 三、三、三、三年来讲。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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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他就是三中的互助嘛。 这个獨痛、獨痛、皆、成、 譬如说妈祖那是, 非令大叔如果是第六祖, 外拥是第七祖, 那么这个宫摩祖就是双八、 第八座 不過這個 非靈大師的 讀統計程 有四十幾位 當世政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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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算起來呢 雖然姨媽在 第八座,不過她在四百 有夠多了 所以她做三米的時候 最上一個人獨奏 有一天 這個法座問她 說你這座 是到底為了什麼 這座一 因為那時候還不可以叫她媽祖 不可以叫她媽祖 因為她還不生得 所以這座一座回答說 我在這座是為了 要做佛 那麼經過幾日後 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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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座面前 她在抹 她在家裡 她在抹 她在抹 這個法座就 她師父在抹 抹很久 這個座一 他問說 覺得奇怪 說師父是怎麼 天天地拿一座 在這裡抹 現在她就問她師父 說師父 你抹抹 要做什麼 這樣 她好奇啦 問她 那麼這個法座就跟她說 我沒腎子就是要做驚 這樣 這個座他覺得很奇怪 因為當初是沒膽做驚 哪有那個沒腎子要做驚 這個實在不一樣 怎麼可以說沒腎子做驚 還看書沒這麼多 如果她會做驚 一早就沒辦法做驚 這個問題是這樣 那麼她說 阿腎怎麼可以做驚 因為這個就是法座的一種告驚 所以法座就說 沒腎子不能做驚 你打著 才會生驚 她就說 這個位子會翻門 倒回去 那麼這個座他還說 因為我為著做驚 可以說 當初 這個飛靈白書來到 風景祖書那裡 也就是說為求做驚 不求他驚 我今天 但是 來摸 來這麼多 不會生粉 那麼到底是怎麼會生粉 那麼法座就跟他說 如果 牛要拖車 那麼這個車不動 你應該打車 還是要打牛 這樣 這個當然他回答 就是打牛 怎麼會打車 當然他回答這樣 但是這個法座就跟他說 你是賀吃賀擠 現在 上次就跟他說 你是賀擠擠 還是要賀擠佛 他現在就跟他問 躺邊跟他問 因為擠 不是在擠到擠 如果賀擠佛 佛 佛不一定的形狀 政法無上求政法 佛不燃擠佛 佛不燃擠佛 那麼因為這個閃 是叫做俗尾的意思 俗尾就是一定要擠 在哪裡也可以俗尾 所以說閃不在擠佛 如果你在學擠佛 佛還不一定形狂 為什麼如果以為他來說 佛有人會多 佛有人會多 有人會站 更會站 也會讓他arde 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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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哦 我會 driven 太過了 花得 慢慢gres ridic 心理 嚇意噓 それで顯得 稍微 你們有看得到嗎 偍 收微 許 後lee 逃 稍微 Shopify 奇奇怪怪的都有 所以他就說,腹病沒有做上 沒有這個形狀 但是政法沒有上 因為政法是空力的,當然是無上 因為不是一切上的上 它是憲慮,一切上的上是不對的 所以政法無上 求政法的人,不可以有一個條件 如果你學會,定義你殺會 你會把這個定義的佛形出來 這就是要生存,這樣沒問題 如果接觸這個上 你永遠不能記著台頭 他就這樣開始了 但是這個題目不說,道無形象 不然我為什麼要做一個建頭 這個法院長剛剛說 內在發願靈建頭 不可以的清淨發願 靈建頭也靈建無上三埋 這個無上三埋 這個三埋叫做定 定無一相 無上三埋 他就這樣說 那麼這個題目說,道是不是有性和壞 因為這個性和壞是壯嘛 性主壞空 現在他就問這句目就覺得奇怪 他說道是不是有性和壞 但是壞中比較說這樣 他跟他說什麼 如果有性壞珠散的現象來給他看道 這句目就說 如果你如果用性主壞空 來給他看道 便不是真的見到道 他就這樣說 他就這樣開始 他就這樣說 他就這樣說 他就這樣開始 有性主壞 有性主的經濟 有性主 無上水 會附下 這句目就有性主 那麽這句目的意思 我們的心底有很多經濟 譬如說佛政也相宴氣 如臺中佛政 我們就要作援 較有性性 心情的代表有很多问题 也就是要做缘 它会生息,会补给烦恼的基本 所以他说三麦法无上 这是三麦就是定无定上 三麦就是定 定无定上 天然无定上 哪有那个派气 还有生息呢 意思是他说那样 最后这句话就是说 世上本来就无生不必了 你才不去体会那个世上 无生不必的 这个是这样 所以妈祖就他听到你了 代语 很快,因为这个是李金基 才到这四季期到以上开始 他就代语了 所以他最初 妈祖就他 是最初集上修行 他说以为贼得可以记佛 所以他就贼得很重要 这个就是集合 听不懂? 这个就是集合 所以最初集上修行 外装 给他拍到这个集合相的官僚 在行相之外 建 那个是最自得 行相之外 建是最自得 那么这个问题 特别再给我们注意说一下 台湾就是说一般就对 建文各地所接触的 都总是行相 这个是优色之相 这个是无色之相 那怎么说呢 譬如说这个建字 就是目标 面对设定 这个叫建 当我们今天这个目标 看字 这个叫建 那么这个 角 就是听音声 你已经听音声 听这个 所以这个叫做角 但是 这个你已经听音声 这个叫做文 哈 这个台湾一般人 这样 文 那么角 就是 自己的这个 接触的角 譬如说我们人家的这个 皮筋 啊 石筋 啊 这个 这个 竹 这个叫做角 再来 底 就是油肩 文 角 去知道的意识 这个叫做底 这样 今天这个主意的记者 譬如说我 我们如果是看 景点这个叫做 建 那么我们听人说 这个叫做文 但是你个人 有各种不同的感觉 再来哦 你的意识所在 意识所在哦 那么这个叫做 所接触的 都说是形象 这个是优象式 这个无象式 这个是心象 自己的第六意识分别心 这样 一般人在听见文法 一直在这 齁 但是这些主意记 会变这句 这句 主性是无材 形象来这里 所以主性 不是在这个 建文角地接触的哦 因为这个是劣災的 开悟主情 不然就外言 来这里 譬如建文角地 如果说今天有政治 建党会帮助你 你的第六意识分别心 若是已经得到 就无一种的追尊 当然 有哪里能帮助 就是如果 也没有无一种的追尊哦 你用你第六意识分别 识去分别 这个会理得很方 会理得很方 很要知道 因为这种形象 所以主性无材形象中 必须超越形象哦 记得哈 这样才能够建立实相 超越建文角地 这样才能够超越实相 因此呢 这个佩大师说 求法者 不可以得福求 不可以得法求 不可以得经求 这样 经重 得福求 不可以得多相 因为三保无相 要了解吗 佛保无相 佛不是由你的心相 的分别心出来 那么经就是经 经就是经 本来不必接着这些求 这样 注意记得哈 因为你一定要打法 佛法经三保的这个多相 佛保 不是多相 佛就是如来如来 就是各相 会记得哈 那么如果要说法 是实相如来 利贴 那么这些情 如果要说到究竟 就是情 情 情 那么这些哪有相 情哪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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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来 实相利贴 是法 定义如来 是法 也是法 这些都没有相 所以绝对不可以接上求法 接上求法 如果是接上求法 因为你不可以建法 所以 阿祖 就是接上 接上的相 接上的相 所以 会中 打破 打破 接上 来 画面再来看看 因为接上的 这段 你们有些 就最好 有求法 接上 不健康求 这段有些就好 这段 可以拆起来 这段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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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到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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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 的 SHED 中 中 中 管 � 吧 sec 中 大家再看一看,佛求法者 定義他這個頭前就要再提一下 佛求法者,無健康求,無短執求,無做真正修得之求 所以吃過法無虛論 後來現場回來 因為這個健康短執,真正和修得 這個就是什麼?佛求開始肅提法 這個叫法義 庫執要做,肅提法的法義 了解嗎? 他當初就是在六丫萬對三文BQ 五BQ成功者 這個我們有跟我們講過 了義與不了義 這個健康短執,真正修得這個叫不了義 這個不了義 無健康求,無短執求 這個就是了義 所以這個不可思議 就是不健康求,不短執求,不短執求,不真正 這個不思議 然後明明佛道就叫眾生要知道這個苦 要斷這個執求 正就是改 正就是什麼呢?正的力盤 一定要受到 這樣就是什麼? 這個叫做減處形 但是無健康求,不斷執求 這個呢? 這個就是頓正修法,無法 這樣一切法無法 這個叫做了義 所以頭上這個健康短執,真正修得這個佛道開始 肅性提法義 因為佛道正得了最初三鑽法輪 第六要萬,對三文BQ 所以沒有靠執求,要做肅提法義 這個叫做三鑽法輪 但是三鑽法輪 這個叫做喜鑽,寬鑽,靜鑽這樣 這個叫做修仙的三鑽法輪 但是三鑽法輪 先說處是苦 什麼是苦? 人生有幾種的苦 譬如說有一個心心二苦 有生路平素的苦 有生路平素苦的五苦 有八苦,有十苦這樣 他現在先把中生開始這個問題 有第二個苦 修仙度的三億多苦 人生如意不如意的苦 所以他就負責就先說這個苦 但是苦是壓迫性的喔 為什麼壓迫性?因為人類 受到這個強硬、壓迫性中 你應該做為補 你不可能不愛這樣 所以你今天跟你壓迫的苦 你不接受不行 這個叫做壓迫性 但是他才說 偽心有苦 他才說處是疾 疾就是膠感性 因為你過去有做很多無量的努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這樣說的 例如說偽心人生的地名 偽心人生的地名 偽心人生的地名 就是因為他煞迫 這樣來講比較簡單 偽心有各種不同的 別人沒有的苦 這個叫做疾 所以他說處是疾 就是膠感來 你自己去膠感來 然後第三 疾是別 別就是解別 解答的意思 那麼這個疾別 是眾生可於症 症接別自得 就是解答生死喔 所以叫做可症性 但是他說處是疾 疾就是叫中生收疾 收八症疾 因為這個疾是可受性的 這樣 你若是受疾 就能 離疾 性心 解脱 所以說明就是這個 素鐵之力喔 但是他先把中生 把這個素 5BQ說之後 他把它放 放鬆 酷你應該要知道 所以今天我們學會的人 一定要知道 為甚麼有這個酷 所以叫做酷 酷 當地 人家在這個世間 有很多無量的酷 禄 沼沼 有無量的酷 這個酷 今天佛地主 一定要知道 第二 就是一定要了解 酷 因是由 就是疾 酷 酷 因就是疾 所以佛地主 比較跟我們說 刺動斷 就是誤堂作業 一定 要當奧 的意思 這個叫做甚麼 注意 出奧 募俗 這句話 就是出奧 募俗 現在他比較說 別當成 就是說 要剩刀 才能讓大家 剩別 剩別 就是解脱 解脱 你應該要向解脱 這條路去走 解脱 但是你要怎樣 可以解脱 他才說 道動修 你應該受到 才可以解脱 就是說 放中心 受行解脱 的意思 那麼第三 叫做靜鑽 頭前 叫做死鑽 就是寬鑽 第三 叫做靜鑽 但是靜鑽 就是佛地 已經靜的意思 佛地 已經靜 所以佛地 叫做靜鑽 五乳 低 所以佛地 不是跟我們 喜歡嗎 六道 八道 怎麼會靜 人生 怎麼會靜 所以佛地 叫做靜鑽 五乳 靜的事情 我已經知道 但是 摺摺摺摺摺摺摺 就說 出奧 已經五乳 我已經沒做了 所以這個摺摺 已經重了 就是說 我已經沒做了 別我也重了 就是說 它本身已經解脫了 可以解脫的話 你們就是說 多吃五乳 因為我就是 受到解脫了 所以這個睡眠 就是佛地 已經重了 就是 靜鑽 靜鑽 受到 靜鑽 這樣 所以說 佛地 已經重了 那麼這段 就對了 這段 三傳法論 這段 這個叫做 減觸修 這樣 這段叫做 減觸形 那麼這個減觸形 當然是方便算 就是不了解 但是 要怎麼說不了解 也未必然 啊 實際說 說得出來 就不了解 不過 修得行 要說不了解 也沒對 修得起來 要說不了解 也沒對 所以這個 會說一個 叫做不了解 叫做減觸修 這個就是中生 因為這種的病 你沒有這樣 改變什麼 不過呢 如果我們叫做 三傳法論 把我們放 這個床子 沒辦法去修 我們就行嘛 可惜 不可以執法 因為這個 是福利方便算 所以佛地 以三傳法論 的解法 佛地 為了要說明 輪迴英格 進三世 輪迴英格 那是神秘願英 靠來受苦 佛地 這個叫做中生 輪迴英格 已經輪迴的三世 就是過去 現在到未來 這個三世 也叫 放中生 受到解脫了 這個就是表明 自己已經受到解脫 這個叫做三傳法論 但是本經 這個大經 他還要說明 看好 說求法者 不可健康 齊別的 是法義是求正 那就感覺正好有矛盾了 會不會 這樣會矛盾 會不會 如果要用初遷的二義 來說實在是很矛盾 他就放中生要求 離庫紀錄 一定要收到 就讓大家去接摸 為什麼他再說 不可以在健康 齊別的 就是法義是求正 強調修貼法 是非論的 非論就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實際的非論 就是由原理 文字所表達的 無論是理非理 通常是非論 無論說出來 有的是理 或是沒有實際的理 正理非正理 通常叫做非論 這個我們先輕鬆 這個事情 他再強調修貼法 是非論的 因為他以前說 所謂的 法無非論 所以他再變非論 來 我們現在來看 這句話 我就有提出一段 最性 王經說的 實際之性 無有非論 為道如來 正實際法 非論 英斷 名為立法 齁 齁 這個位 是怎麼說的 因為實際之性 就是誤到我們的空性 真理 宇宙的實際 宇宙的實際 這個不是用話說出來 因為話說出來的東西 那個理 含真理 無相關 這樣 因為說出來的話 就是非論 了解齁 不過那個實際 用話不說出來 這樣 所以說實際之性 無有非論 為道如來 正實際法 這個比較說 唯獨 實際無尼佛 他獨成 實際之法 所以非論就斷 不像頭前 有說過 不立文字 告發別團 這個文字就是非論 所以當初呢 因為他沒有用文字 所以這個 佛道是念法 騎著微笑 所以不像說 政法人種 不立文字 不是告發別團 嘛 因為政法 本來就無聲無變 所以叫做名為立文 齁 但是今天這個 我們呢 現在說的 就有所謂的 所謂的 所謂的 是甚麼呢 世上非非論 不過我們今天 一定要在非論 至於政立文齁 今天 非論 這個文字是非論 是沒問題 但是非論 有一個失的理 和非失之理 失理是非論 但是非理有何非論 不過今天有非論的失理 失理的非論 帶動我們政是上 立法 這樣 所以這句話叫做實際 我們今天反復俗主 如果沒有在非論 用這個政法非論 政法文字 政法議員 來跟我們認得 我們又不知道 什麼叫做正理 這點也是要 這點是非論 可以來跟它 騙過 騙過 騙過是甚麼 騙過實際的法 雖然是非論 不過它有實理 可以帶動 我們今天在台語 平時 怎麼可以 佔入文字 我們就說 這個非論的意見 和文字無相關 所以文字這個東西 是今天做一個 我們的工庫 但是沒有這個工庫 它還不行 因為我們反復嘛 我們今天反復沒有這個工庫 不可以 沒有這個議員 沒有這個議員 不可以 所以就是說 看議員 跟你帶動的人 是怎樣的 譬如說今天 負責問題 健康斷接 性別 受責 今天他沒有跟我們說 你就要看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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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我們今天要斷接 我們沒有的 我們不能說 戶是對對 接是對對 對對 是怎樣才會做 做到處 做到處 那麼這個人就開始在那裡收了 就是說 今天這個議員會這樣 他將生 應我在六道中收褲 那不然要怎麼 大家進行解決 使用 收到這樣 那麼 將這個講處 收的這個議 這個也議論 不過這個是實法議論 這樣 實法議論 實法議論 由字議 由文言 由議言 由文是代統 代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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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們收到 否則如果是優秀 優秀 這個應該是有什麼希倫 因為由來 建構這個了議 裡面 不收閃電 不堵煩惱 哦 由來的實體上 他是本來應該公平的。 但是你今天,這個東西不是因為收到不收的關係。 因為我們人的主性體裡面,本主公平,本主立法,本主清正。 不過這個是格水準的了議法。 可是我們要把這個格水準的了議法,這個是突破虛倫。 不過沒有虛倫跟我們贏得,他還不行。 要求就好。所以謝先生,王經跟他講這句話就是求經的了。 唯讀如來的政是這個法,非倫英斷。 所以我們今天不能求文字法。 不能求議言法,是由文字議言的法,帶動我們政是上的。 這樣比較叫做立法。 要注意這點。 所以法法經的新改平又說這樣。 金子世尊令五頂。 數位貫獨自發虛倫之分。 因為很多眾生,建經濟經,建法濟犯。 所以比較有各種的分別。 這個對,這個不對,這個代性,這個消性。 那麼這些人呢? 注意! 這都叫做本殿。 了解嗎? 齁,你若是頻繁,你的心就是感應到這個本殿之疾。 所以說,金子世尊令五頂。 數位,還在貫獨自發虛倫之分。 所以金黃金不是說,只是道何俗用法。 道人不俗傳。 那你若不是已經開通了。 那你還在貫獨自發虛倫之分。 那你還在貫獨自發虛倫之分。 那你們今天要求文字。 但是要求文字最重要。 求義言,要求求義言最重要。 你若不是今天聽什麼,這樣對。 我看經典,就要做一盛才好,去接那盛。 所以,就貫獨自發虛倫之分。 這樣來講 你要收地獎法文 你不是說最地獎金叫做地獎法文 為救地獎的精神 這樣聽不懂 你今天要收米勒法文 為救台主的精神 那麼台光跟台主 什麼 台比是什麼 關閹是台比 你不是說我今天要靠關閹是台比我救 你今天 如果是他精神的心理 你一定要有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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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學魅力帶子的精神 帶子的精神學完之後呢 我去魅力靜陀 立到魅力菩薩的本願法之後 我也是要留室度無量無變的中心 因為魅力菩薩 今天魅力菩薩就是學進行一支魅力菩薩的精神 所以今天比較升級魅力菩薩 但是這支魅力菩薩不成功 你也不能學會唱合一首 你不知道發育發育 這樣我也要來立這個官 不是這樣子 你立法之後 你現路祖鼻騙是代祖鼻心 你才去發這個官 眾生無視都學會來了 對此法師不可以學會教 這五種的菩薩道 那麼你才能成功一佛呢 所以一佛 一個佛準的形式一定會有代官 代地 代行 代祖 代地 這樣就對了 一佛的成功就是這樣 這樣比較叫做什麼 叫做地中精神 魅力精神 文書菩薩的精神 普遍菩薩的精神 管仙菩薩的精神 管仙菩薩的精神 所以不可以QQ的分辨 不可以QQ的分辨 不可以QQ的分辨 這樣好喔 這樣不可以聽得到嗎 我是不知道 所以今天這句話說 起飛 前後法御主称 馬鈍 他認明得我們說要健康 短執 靜靜到受到的 不過你要拔開 這個叫做減速法 方便開始 但是真真真正的 沒有那個四傳 寬傳 到正傳 沒有這個 真正那個主性法 裡面 所以不健康求 不斷接求嘛 所以今天這句佛法律 絕對沒有主性矛盾 是今天很多人 沒有鐵底研究 才有這種的感覺 這樣而已 但是絕對沒有矛盾 為什麼 因為當中性不明理 這叫做減速 比較受一切苦 不可以沒有意思 拿法來給他認得 他就要教中性 先斷翻了嘛 不能做減速 因處呢 有四傳、寬傳 跟正傳、主法的教導 佛道他本身就這樣修 所以叫做減速行 但是中性已經明法去減修減情了 佛道更加補法相 補這個法相的 生命、一切法 都總是因緣法 世間的一切書、一切想、一切心、一切心、心志 就是一切法 跟佛法中所說的一切法 都總是因緣所行法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中性不明理 不必佛道 適限在這個三部世界上 不必這樣 中性不明理 不必這樣啊 但是中性就是因為不明理 佛道就不用說了 怎麼就再說了 所以如果 依法、求法 心、我、求法 這個叫做悲法 向我去求法叫做悲法 它的重要是那個 主政、基義 這個是重點 所以這本經典的佛國匹也說了 三傳、法倫、五天下、基倫、本來、最清清嘛 三傳、四傳、宽傳、靜傳的佛道、全法倫在天下和眾生寒 不過這個倫本來清清 為什麼?這個倫都可以在法 在法 這個法在裡面 本來就不生不必了 本來就清清 這個就是佛國匹說的 所以倫是法 組成的法退現量 本來就無生無必了 所以這個不可以跟我們說過 了解的中間不斷煩惱 不修想定 因為這個基本的主性體裡面 本來就沒有什麼 沒有了 那就是什麼斷煩惱 所以本來無生無必 清清無量 不是修比較有 沒有修就沒有 不是在有到沒有兩天裡面 不是在有 啊到沒有這邊 如果有到沒有 這樣叫做偏執 因為中度 理右利無 非右非無 所以如果今天 我們參選對台的譯調 這樣就沒對 請大家叫好 那麼現象改一切都都是延遞 成立的法 福德祖先生的政法 一千年 但是今天這個政法已經消費了 到第二期 變成勝法 政法消費變成勝法 但勝法現在也沒了 變成佛法 這個就是孫因緣成佩 這是無科奈何 主法不定 政法主不定 所以這個佛法也是延生延佩 但是會記住 現在這句話說 這句話說 這句 你若是集法 譬如說這個法 怎麼變 福德 立法之後 一些青年政 保持的政法 一些老BQ 跟分作五波出來 國人集國人 這個就變成立法了 這個就變成立法了 但是他還在思考 我們中國這些大敵 他還在分作九大宗 因為分中就分裂 了解嗎 因為當作福德是雖然客高 本來福德沒有分中 但是現在他就分中 分中就各人集各人的 他對他不對 他就說我對他不對 我對你不對 我經理出來這個 我開始的這個宗 這個就是了義宗 那麼你們說的那個就是不了義 就在那裡有一種分精 那麼這個分精 就變成分精 分精就分裂了 這也沒辦法 因為這個 總是性別法在中間 有這種問題嘛 所以他就是 現象大家的東西 總是因緣法 但是佛法的法規也是 原生原別 注意 今天這個已經沒法 今天這個已經沒有精法 這樣 上法是上司法而已 上法就是正式的法 那麼上法就是親像精法 這樣 不是精法已經親像精法 但是今天這個已經流法 所以叫做沒法 這個叫做原生原別 但是性別法 都總是非論 就是佛法本身說出來法 就是非論 要了解這點嗎 佛法本身說出來法 這個叫做方便算 所以佛法要立法 那時候 文書書的菩薩 跟他講 說世尊 你怎麼不再講 他說我這世人也沒說到一句 你怎麼不再講 你想想看 他就是要補他的理言上 和文義上 因為沒有說到一句 就是因為那個 是一句話就不對了 那些如來 正法裡面是上法 不是用一句話 說得對 他們的偏說就沒有入信 所以性別法都說是非論 佛法說出來法 有性別嘛 正法 上法 沒法 這樣 這個就有性別 所謂法無非論 就是說 世明 主法 延期 延期 本空 無論是健康 短接症 要受到都都是非論 這個叫做方便算 方便開槓出來 再求法 必定要破法則 這樣更叫做上上之法 本來他就領三號 就叫我們說 不理文字 告發別團 那如來 人種 本來就不理文字 告發別團 那些是真真真真的政法 所以那些是上上之法 如果求法者 正主法無性 無性就無別 這樣更叫做正面 重要在這點 今天 國中的法庭跟我們贏得 贏得 這個叫方便算 但是方便算是 講到究竟原本 這個三無老 也是一定要有 改定非 本身有非 才可以做主法的真理 但是那個主法的真理 那個就是 不是用嘴講的 那個叫做上上法 那個是不理文字的 所以如果求法者 正主法無性 那個叫做無性無別 那個本主立盤 本主骨照 本無性 那個東西 所以叫做無性 就是接變 但是要每個無性接變 都要受到 那麼那個受到就叫做生別法了 但是哪有 既然無性接變 哪有 庫科研 激科研 別科研 跟德科修 那個無性的東西 當然是 刷你不接不中 那個無性的東西 當然是 沒有那個酷 也沒有那個刺 沒有那個別 沒有那個德 所以求法者 賣俗非論 索悟無性法 正無性法 這樣比較是要緊的事情 佛法在開悟 生中 正十個性位 就是第一步叫做建德 建德在正無性 建德在正無性 頭前 你如果可以正無性 開始 多重性 開始落實 你如果是本身無性 無性 你要鑑經 刷法 導重性 那個優來正到來 你現落不出來 你要注意這點 但是當你已經正無性 知道說一切 本來無性 不必 可是為了要導重性 你又沒有公法 他又不行 你為什麼要留在 虛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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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說有親有嫁 都叫做虛倫 他們認識的虛倫 可是你一定要說出無性法 會虛倫法 這樣 這樣會實在多重性 請大家慎重一下 慎重慎重 那麽會面這個 他再叫做 為 下禮法 喚明 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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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虚轮法,不过才比较特别的法。 这个法名是这边。 这边的名称是对对的,就是有列环缩缩缘的。 这个列环就是三分的就是不生不必。 那么这个不生不必就是虚空的发生。 就是我们中生的发生。 这个虚空的发生本来就不生不必。 因为中生的发生本来就不生不必。 但是它就是主法的本体本来就不生不必。 什么叫做主法的本体? 就是世界一切的法,一切的上, 它基本上,叫做空上。 叫做空上离帖。 所以每一个世界一切的法会有尽力。 可以这样讲。 所以那个尽力是不生不必。 注意,这些玫瑰、这些玫瑰都不生不必了。 这叫做上。 上离帖是有三分的,有这个尽力远帖的上。 但是这些上,看起来有生不必。 但是这些上有生不必, 不过它的基本上是空上的实上。 是畜生的生动体会结果, 它基本空力。 这个叫做基本空力。 不过这些上已经牌起了, 它这个主本上应足不变。 这基本上应足不变。 是这个显露的上看起来有生不变。 但是是原生也不变。 不过它的基本体上是无生不变。 但是这个畜生因原生不变。 这个做对我们哪有因减作员。 所以有这个因作员, 这个就是说,它是空上的功能来促成。 它才会生动。 那么当时它发的东西, 后一星期都没看到。 还是说两星期都没看到。 不过它的基本空上。 基本的性能的功能,它不变。 它一点点就没有变化。 它冷变,但是它不变。 它冷变,但是它不变。 所以法法经方便变得说这样。 说主法从本来上主这不变。 就是说主法。 一切法的基本,从本以来, 它本来就这不变。 这不变就是什么呢? 不变不变不变。 所以这本经典里面的地主品也说这样。 法本不变, 那个不变就是不变的意思。 不变。 法本不变, 不变不变, 是不变不变。 所以用这句话, 说出这个话说法。 就是一切法的基本法, 本来就不变。 有,它就万位变, 但是它不变, 所以它真相不变。 万位虽然有变, 不过它的基本功能不变。 所以既然既然既不变, 当然它不变。 我们看世间法, 是有变不变。 不过它的基本功力不变。 所以它叫做摘不变的既。 这样。 这就是叫做摘不变的既。 我们休息十分钟 没了尊号